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 各国央行纷纷买入黄金等诸多因素支撑金价飙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黄金期价 23号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.93% 收于每盎司1537.6美元 那么接下来金价还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路透社记者陈一佳 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黄金绝对是2019年表现最亮眼的资产之一 到8月15号为止 金价在今年已经整体上涨了将近19% 进入8月金价进一步高歌猛进 6年来第一次在8月7日突破1500美元1盎司的大关 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 如此受到整个投资圈的追捧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贸易问题 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黄金价格上涨的背后 各国央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央行的黄金购买量同比增长了94% 也是世界黄金协会有统计以来的最大购买量 现在大部分的市场人士依然看好 黄金价格未来的走势 高盛刚刚在8月中提升了金价的预计 认为在6个月的时间当中 就能够突破1600美元的大关 美国银行更是认为 在未来两年的时间里 我们就能看到金价重新回归2000美元以上 除了贸易问题的最新变化 央行们在未来的一系列动作 也会左右金价的变化